这个少女其实已经八十一岁了 几天前她受了内伤 一个浑身炙热的男子 跑进了她躲藏的山洞之中 边跑她还边脱衣衣裳 哎呀妈呀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受 突然她看到了一个硕大的冰流子 她没在犹豫 二话不说 哭吃就扑了上去 没过多时 整个冰流子都让她给融化了 当冰中的女人醒来 才发现自己的身上 啪着个雄性生物 我靠 吴行云一掌把小伙打出三里来地 呱唧掉水池子里了 自己手身如意八十来年 居然让这祸给轻薄了 她本想一掌劈死这个小鼻带吧 但发现自己的内伤还没好利索 更可怕的是 她的身体也在急速地收缩 越来越年轻化 而刚才摸她肩膀头子的人 正是从少林寺跑出来的小和尚虚主 几天前 江湖第一大黑帮星宿派包围了少林寺 江湖中 但凡听到星宿老仙丁春秋的名号 无人不瑟瑟发抖 所有弟子纷纷收拾东西 准备各回各家 可禅房里 九代弟子虚主还在打坐念经 方丈很欣慰 来来来你跟我来 你看看外边有多少 就这么看 少说也有个千八百个 错了 虚主只有两个 两个 一个是名 一个是利 天下人都逃不出名和利 方丈把一块玉佩和一金金交给了虚主 让他去天山飘渺风 找天山派掌门逍遥子来对抗丁春秋 可方丈还不知道 此时的逍遥子 已经中了他徒弟丁春秋的七重七死剧毒 眼看就要梗屁了 他在飘渺风上布下了真龙棋局 正在寻找能记上自己北明神宫百年功力的一一波船人 此刻 星宿派已经杀到了门口 但虚主却告诉方丈 外面只有两个人 两个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虚主 外面那么多人 你怎么说只有两个呢 一个是名 一个是利 你说的 换头 这孩子是笨的 不要不要的了 方丈让虚主 拿着一金一金赶紧打车走 因为本片第一大反派丁春秋他来了 丁春秋告诉方丈 少林派以后改名叫做星宿派少林奋舵 所有的香火他占九成九 其余的他还啥都不管 方丈怒了 你玩呢 我们就不吃不喝呗 白给你干呗 给方丈气的唐善话都干出来了 他双手合十 使出了必杀 半小时后 方丈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把丁春秋震出了八百来米 表面上他是赢了一招 实际上 他却被丁春秋的化工大法给化成了回进 而另一边 还没跑出少林寺的徐竹 被星宿派的小魔女阿子给抓住了 一只百年大毒鞋子 爬进了小和尚的衣服里 然后哭吃就是一口 小和尚瞬间开始四肢抽搐 浑身难受 想哭 几天前 驱逐被阿子给抓住了 阿子饿了他七天起夜 还逼回他看完了整本《易金经》 如今命悬一现 他想到了《易金经》上的图画 而此时天上已经干轮套了 正是天山派的两大高手 乌星云和李秋水 曾经他们亲如姐妹 李秋水还有一个孪生妹妹叫李沧海 姐妹二人同时爱上了他们的大师兄 逍遥子 而乌星云却对小师妹李沧海 有着别一番的感情 两人为了天山同老的名号 已经逗了不知道多少年 本是乌星云技高一筹 只要浩月当空 他的真气就会无穷无尽 怎奈 丁春秋送给李秋水 一个叫天涯海角通天仪的玩意 此一气算住了今天会有日时的出现 这下BBQ了 乌星云让李秋水的幽名鬼爪 挠得是体无万夫 身受重伤 恰巧在山洞中碰到了 中蝎子毒的小和尚虚主 而修炼意金经的虚主 这时才发现自己脸上的猜忌都不见了 他来到了飘渺峰 看见了逍遥子的大弟子苏星云 什么事破了棋局在手 棋局 这玩儿愣我也不会呀 就是因为不会 他才有吃无口 无拒者无味 还真被他误打误撞 破了真龙棋局 而此时丁春秋也杀了过来 苏星云一巴掌把虚主呼进了洞中 然后和丁春秋两人咳了起来 二人大战了三百来回合 最终苏星河也被丁春秋的化工大法给化了 而山洞中 活死人逍遥子正将自己的百年功力 源源不断的输入虚主的体内 虚主还在那儿 哎呀我不要 真不要 大哥别的别的别的 这一幕正被丁春秋看到 这可给他沉蒙鼻了 但一堵气墙拦住了他前进的脚步 就这样 逍遥子的百年功力 鸡毛不剩的都给了虚主 他让虚主拿着化去天涯海阁 找化中的人学习北明神功 他用最后的娱乐 把虚主送出了飘渺风 丁春秋原地不动 怒骂了逍遥子一个小时 还不过瘾 一掌把逍遥子炸成了灰烬 但他却意外的发现了 北明神功的新法秘诀 阿子还在做着统一江湖的春秋摆着大梦 突然虚主从天而降 哭叉就给他砸了个人羊马饭 虚主给他讲述了刚刚的来龙去脉 给阿子可羡慕毁了 但两人却被兴肃派的人发现 阿子还中了一记千通彪的暗器 眼看着阿子要凉凉 小喀拉虚主终于出手了 两人躲进了山洞 千通彪是彪如其名 给阿子疼的是娃娃大叫 虚主随意击出一掌 便把暗器逼了出来 下一秒阿子就爽了 两人打算去天涯海阁投靠里秋水 但他们的谈话 已经被变成小孩的乌星云听着了 他哭吃就是一掌 两个小喀拉瞬间飞出八百来米 然后隔空沙子大嘴巴巴 吴星云胁迫两人一起去找李秋水 准备下黑手干死他 他还教会了两人瞬间转移大发 以备不时之虚 当李秋水得知师兄已死 他伤心的是不行不行 他还装作自己的妹妹李沧海和虚主见面 虚主还在那巴巴的跟人家掏心窝窝呢 但当他得知小和善身上 有师兄的百年功力之后 贪婪的他立马献出了原形 我摊牌了不装了 啊 原来你不是李沧海啊 下一秒李秋水就要吸一趟 瞬间转移大发 看你能不能快够我的幽冥鬼爪 虚主的瞬间转移大发 操作的实在太菜 差点给人家顺上门去 这时阿兹及时出现 两人成功顺到了天涯海阁的近地 里面躺着真正的李沧海的尸体 沧海 他死了 刚才在追我们怎么一下就死了 你死我都不会死 李秋水一掌打飞了这两个小卡拉 眼看小卡拉们要凉 恢复功力的吴星云及时出现 一掌挽救了局面 看着李沧海的尸体 给吴星云伤心完了 突然李秋水一掌袭来 两人强大的内力顿时山崩地裂 当时就给虚主这个小卡拉震飞了 他刚从地上爬起来 二人同时出手准备吸干他的百年功力 他们一左一右 肥又给虚主吸得鸡毛不胜 一旁的阿子健壮还说 给我留点呗 但万万没想到啊 虚主这个小卡拉居然反吸了二人的功力 真是世事无常 大厂套小厂 两个爵士高手被一个小卡拉给拿捏了 而此时地上的虚主有点受不了了 两股真气在他的体内游走 一会冷一会热 这时丁春秋突然出现 现在的丁春秋已经金飞锡笔 他居然还想和两位美女师叔玩一场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三个人在空中干了起来 为了不玩游戏 两人边打边传授虚主内功心法 希望他逼出真气对抗丁春秋 但虚主这个小卡拉比猪斗笨 终于运出个真气球子 但就是发射不了 五里二人逐渐落入下风 纷纷被丁春秋给干吐血了 危机关头 李沧海的尸体突然原神归位 飞到了空中 原来他原神出窍 终于找到了能把逍遥子起死回生的玉玲珑 但释放出玉玲珑后 他也瞬间灰飞烟灭了 多好的女孩啊 玉玲珑奇壮八壮 居然撞进了阿子的身体内 瞬间他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一脚踢飞了真气球子 瞬间给丁春秋炸得四分五裂 但万万没想到啊 丁春秋居然重生了 原来卑鄙神功可以重生 谢谢两位师叔 我打死我的话 我还不知道呢 此时他的原神还不稳定 阿子开始暴击他的原神影子 击炮了下去就给他干渡血了 最后一个无敌大炮吧 丁春秋彻底隐恨了西北 故事的结尾 李秋水和吴星云 纷纷看破了红尘 归异了山林 而新一代的天山通老 就是拥有玉玲珑的阿子 本片完 散会 MINGDELLA MINGDELLA